主席 有請我們衛福部曾次長 還有農委會是不是也有代表道場 農委會 有 那也一併 農糧署副組長 好 那個次長好 各位同仁好 其實在推動這個所謂食物銀行 或食物給付在國外是很有經驗 所以我們也可以借助國外實施的經驗 來立法 那這裡面當然涉及到兩個最核心的目標 一個是要避免食物浪費 另外一個是要幫助經濟的弱勢者 那事實上這裡面涉及到很多資訊 要及時 甚至預先的取得 不然等我們看到東西有剩 你來不及了 而且這個運輸的成本啊 都是非常的大 那怎麼樣去充分的掌握這些資訊 尤其是政府的資訊 所以我想先請教就是說 在這一次立法裡面 因為行政院的版本還是稍微 比較消極被動 還是沒有認識到 怎麼積極去促進食物 包括這些農作物等等 能夠浪費 那這個資訊系統最重要 其實要建置的是跟政府有關 掌握的物資啦 包括我們很多園外的物資啊 我自己也在政府部門服務過 其實運輸的成本跟時效才是關鍵 往往比那個物資本身的 這個花的錢更多 那在我們這一次看到 行政院的版本是 就是用這個農業主管機關 得協調收購生產過剩之農產品 得啦 就得 得的意思說 必到的時候 如果有反應的話 那可以回應 我覺得這應該是要賦予啊 更積極的 應該要 主動的 來救我們每一年的 農民的 包括這一些 這個過剩的 農作物啦 水果啦 能夠齊前掌握 因為它都有一個 作物的一個成長期啊 可能半年可能一年 其實很早就可以預知 今年會不會過度盛產 那就可以提早有個時間的前置量 就可以 把這個資源分配給 需要的人 而這個不 除了農委會 農養署 一般人是掌握不到的 所以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那麼 本席會建議啦 把這個待會修法的時候 應該把它改成 應啊 積極啊 來協調 收購 這樣的一個 規範 賦予我們主管機關啊 更大的一個 權責喔 來辦理這些事項 因為最大的浪費戶啊 其實就是在這些收購的農產品 我想先問 我們衛福部的主管機關的意見 你們對這一點來講 有沒有立場 還是你們尊重我們立法院 的一個修法 是 跟委員報告 這一個部分啊 我想我們會尊重啊 農委會主管機關啊 看他是不是有什麼意見提出來 好 那請農委會 來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農產品的部分 尤其蔬果 蔬果的部分是 他因為生鮮 然後在儲藏 在運送比較有困難 那如果我們去 過去曾經有過去 去收購這些過剩的蔬果 然後去做這些社會救助 但是過程中就會造成 可能在運送 保存都不太方便 所以在配發的過程 這些政府單位覺得 這樣子不是很好 那在稻米這些穀物的部分 我們是 現在是可以這樣子做 已經也實際 也在這樣子做了 所以這個部分 在穀物的部分 所以用 就募於你們陰也沒有問題吧 你們也是要朝這個方向嘛 是 你們沒有排斥 就你們可以現在先做的部分來做 可以做的部分我們會做 好 那這個陰也是範圍很大啦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喔 你要知道 其實農委會 因為現在我們按照行政員版是要交由 地方政府啊 所以其實窗口不是很多啊 是集中那一根縣市政府 或直轄市政府的需要 這需要一點工作時間 那麼其實當然除了米啦糧 其實包括蔬果 甚至包括一些其他的 其實這一些 肉食的東西 其實在國外啊 都是 就是有一個資訊 有一個物流 你看喔 比如說那些超商 或者是賣場 他自己都會有一個估計就是說 我這個產品還沒有過期啊 我大概前一天 就是至少有24小時喔 這個東西就移位了 讓人家就可以 可能半價或是 半月半休場 甚至就是送的 我是覺得政府是最大浪費的大戶啦 政府在整個收購魚糧 跟很多的這些事情上面 真的是 收了歸收 然後最後變成一堆廢土啊 還要找人啊 清理去運送去掩埋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 精神跟金錢在那上面 所以如果能夠賦予你們更積極主動 然後提早 跟地方政府啊 能夠建立窗口 我相信啊 這個可以減少食物浪費 然後進了其中一大部分去幫助 經濟弱勢者 請問我們 衛福部 我們次長認為本席講的有沒有道理 跟委員報告啊 那個委員所提的啊 我們說在整個的一個運作上啊 最主要還是要考慮啊 那個主管機關啊 他做這樣運作上 他的一個可行度 他現在就說分類啦 有一些米糧比較沒有問題啦 可以提早 一期到二期到什麼時候會盛產 有沒有逢胎來喔 還是說這一個 你那種那個 香蕉啦 什麼呢 甘霸啦 欸 那個東西啊 會不會過剩喔 之前就知道了 你要等到它都紅你知道嗎 去採收 所以很多就是放任在那邊爛掉 那 這個 如果能夠讓地方政府先知道 他馬上把那個供需通路啊 處理好之後 也可以預 預 好像說預購啦 預定 這個是在操作上非常重要的 好 我想你們沒有反對 我們就照這個方向 來推動啦 因為不然的話 這個這個 行政院本來是太過保守 進步性不夠 是跟我們報告 因為那個 我們那個生產 農產品的生產 它有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受到天 天候的影響 那天候 什麼時候會 是啊 但 但不是說你就不做計畫嘛 計畫有時候會趕不上變化 是 但是你們現在如果連計畫都沒有 我跟你講啦 最大的浪費戶就是農糧署 我們 搞不好就要提案啦 對你們審查總預算的時候啊 看怎麼樣凍結 或者是說 要求你們 來執行什麼事情 所以我是認為 就是 來主動一點啦 讓社會感覺 我們政府有透過一個 收購 的平台 然後提早讓這些物資 可以讓 有需要的人 他們先做計畫 當然有可能突然紅胎來啊 哪時候 會發生什麼天災 我們怎麼知道 但是你們不能用這個樣子 倒果為因啊 不做更 更大的 更 更詳細的規劃 是 是不是跟我們 是 可以允許說 還是用德 那我們 不行 我本席喔 發學 這個 你們的心態 還沒有調整過來 你 那個 衛福部喔 我們待會就是 事實上我也問過啦 這個也不是太大困難 其實鷹啊 也是有很大的彈性 你們 你們現在也有在做 好這個部分請 農糧署喔 就可以先回席喔 那個 次長我再詢問一下喔 因為這個社會救助法 基本上是對於 中低收入戶啊 或 突然間緊急危難啊 是 但是 在食物銀行 或食物給戶上面 其實是對 最關鍵是淨平戶 跟邊緣戶 他們有可能有一塊殘 你知道嗎 或者是 有個 無法處置的房子啊 那 結果導致它不符合 中低收入戶 所以其實這一塊是 在我們既有的法令裡面 比較難 去處理 那在這一次社會救助法 我要很確認 這個對象 是不是只限於中低收入 還是個包括到 我們講的就是說 有需要的人 在經濟上弱勢的人 是 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 比如說在社會救助法裡頭啊 你假如說 急難救助的部分 他也不是只有針對 低收入戶跟中低 他是針對所有民眾的部分 所以啊 在食物那個 幾戶服務專張裡頭 他除了說 低收入戶跟中低之外 那各地方政府 他也可以因地制宜 把他們認為 需要協助的一個 弱勢民眾的部分 也可以納進 對啦 但是他不限於 就是說 所謂急難 急難你就是可能一次性 他可能需要 可能一年耶 他就持續的在那個社會邊緣 他比那個中低收入還可憐 因為他領不到錢耶 所以我是說 這一次立法很重要的目的是 針對這一群人 這一群在我們社會裡面 將近喔 五分之一耶 是比那個中低收入戶的 還量還大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 對於政府部門 包括農糧署啦 包括國防部 包括所有的單位 真的要積極去算一算 我們政府浪費的物資啊 這些物資都好好的 把它供給出來 把資訊網建立 我相信 這是做好處啦 這做公典喔 有福報 如果政府是帶頭浪費啊 我覺得民間 真的是很熱衷 大家都在做 但政府要相對的表現出熱忱 真的 所以我希望 待會主席再主持我們 這個條文的這個立法的時候啊 大家能夠更根本的來看 這個法令怎麼樣能夠解決 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而不是是辽備一格 以上謝謝 好 我們謝謝委員 好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謝謝市長 那現在來處理臨時提議